其實正如你上次贏馬的時候所說 他找到最適合的路程 一千米、一千二米 然後馬都保持在這個路程上 是啊,他跑黑上 阿彬道很熟悉 一定要他進到直路 其實今場都怕他不是很快的 但飛行不快 我們就更近一點的馬群 逐步 好像贏下去也挺不熟 那這隻馬群其實現在放鬆了一下 放鬆了很多 始終這隻馬大不貴的成熟程度 是可以轉勝期的 那這隻馬贏了今場之後 目前就在百萬挑戰盃上升了上榜首零線 其實之後的部署也是比較明顯的 比較明顯的 一定是希望盡量可以獲得個min 看看schedule 千二、一千的路程 我評分 因為他跑起場 可以放鬆 八十分左右 那麼 和阿珠也是這樣說 那一百萬挑戰 我們都在平主裡 還有一次恭喜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